特朗普在共和党初选连下两成 以过分票数拿下新韩布什尔州 那拜登对此有何表态后续的初选 还有哪些关注焦点 今天我们要和在纽约直播室的记者庞哲 一起来关注美国焦点 庞哲你好 把时间交给你 好 谢谢陈子 在美国方面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赢得新汉布什尔州共和党初选 这也是他在接埃娃州之后赢下的第二个重要的州份 而美国总统拜登就直接指出 特朗普已经提前锁定了共和党总统提名的选举 而美国选民则对今年11月大选 可能又是拜登对特朗普的局面感到无趣或者是恐慌 24日 美国新汉布什尔州完成总统大选初选的计票工作 特朗普以约54%的得票率赢得新汉布什尔州党内的初选 美国前常驻联合国代表黑利获得43%的得票率 两人的差距达到11% 特朗普称这是一场具有压倒性优势的慎选 他的团队也施压黑利希望他能够尽早退赛 不过黑利表示不会退赛 将在2月24日继续参加南卡罗来纳州的初选 他也曾在这里担任州长 新汉布什尔州的选民表示 对于黑利未能够慎选表示遗憾 特朗普的支持者则称 对特朗普维持大比分的优势感到满意 因为特朗普是一个言出必行的人 而对于可能即将到来的特朗普对战拜登 参加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局面 不少美国选民称感到无趣或恐慌 拜登竞选经理罗德里格斯则回应表示 特朗普在新汉布什尔州的慎选 几乎帮他锁定了共和党党内的提名 特朗普领导的MEGA及右翼 也已经完成了对于共和党的接管 他们将继续影响美国的民主和自由 特朗普的竞选团队已经全面转向大选备战了 下一站他将前往摇摆州 比如亚利桑那州 佐治亚州 密西根州等等 在2020年的时候 他曾经输掉了这些州份 除此之外 他的竞选策略也已经出具雏形了 他将重点聚焦 经济和移民 丰厚卫视 陈寅谦 王天逸 新罕布什尔州 曼切斯特报道